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教给我们做父母的去管理 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责任 一个生命一生的幸福 操纵在我们的手中 岂能够清清乎乎的去照顾 尤其是孩子的头两年更是重要 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以后的一生 根据哈佛大学白博登博士的研究 八个月到十八个月大的孩子 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 会发生以下的变化 第一 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 他的基础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建立起来的 孩童在此段时间所受到的影响 比以后任何的时间都为重大 第二 一个孩童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就是他的母亲 因为孩童和母亲的接触频繁 没有一个人能比母亲 在这一段期间的影响儿女更大 第三 在这一段时间中 孩童所接触到活的互动性的语言 不是电视或者收音机中的对话 乃是奠定他们的语言表达力 和社交能力的基础 让孩子们有社交性的接触 能带给他们健康的头脑 第四 容许孩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能自由地尝试新的事物 感官的识别 肢体的触摸 都会帮助他们快速地成长 第五 健全的小家庭 是教育儿童最重要的管道 不但能强化家庭的关系 同时使孩子的心灵 感受到爱的安全感 第六 好的父母应当设计一个 有组织 有系统的成长环境 让孩子能建立起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第七 父母应当经常能让孩子打断自己的时间表 而给予他们半分钟的注意力 容许他们表达自己 第八 爱与管教应当并行 没有过早的管教 只有不适当的管教 要用孩子所能够接受的方法 来管教他们 管教一定要有持续 才会有效 不可随着自己的气来发动 教养儿女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却是一件满有报场的事 当你看见儿女的身心灵健康的时候 你能够安心的向神交账 那是一种无比的喜悦 愿神祝福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